操纵组除了乳糖操纵组之外 是还有另外一个操纵组 是刚好跟它反向的 跟它对应的 叫做色氨酸操纵组 色氨酸是一种氨基酸 我们说构成生物体的蛋白质 有20种氨基酸 色氨酸是其中一种 好的 那它的方式呢 跟刚刚讲的乳糖操纵组 不太一样 它是属于产物抑制 乳糖是受值诱导 现在是有产物了 产物回来抑制你 好 怎么进行的呢 我们要看这个图 这个是我的构造基因 里面的基因有五个 你看 Cube E Cube D Cube B Cube A 有五个构造基因 那一样这个基因前面 会有操作 启动子 启动子后面会有操作子 然后会有一段调节基因 好 开始 我的调节基因 基因由转入 基因由转移 产生抑制子 可是这时候的抑制子 没有功能 它产生了 没有抑制能力的抑制子 没有能力 所以这时候抑制子不抑制 我的RNAG 我们就降落在启动子 然后往后 使得两股DK打开 以模棺部为模板 做出我的RNA RNA经由转入 经由转移 产生色氨酸 所以你看 我产生了酵素 酵素 让色氨酸去形成 所以这些酵素都是 色氨酸合成酶 好了 那当你做做做做做 色氨酸做出太多了 会发生什么事呢 好 假如这个绿色的方向 就是色氨酸 色氨酸浓度过高了 它就会跟你的抑制子作用 这时候抑制子 跟色氨酸结合 你看抑制子改变形状了 改变成 可以连到操作子上的样子 所以这个模式 跟刚刚的不一样 刚刚的乳糖的操作组中 抑制子可以抑制 乳糖是抑制掉抑制子 色氨酸操作组的例子是 抑制子本来没有活性 需要跟色氨酸结合 抑制子才有活性 所以这个色氨酸又被称为共同抑制物 请你跟抑制子 一起来抑制 才有效 叫做共同抑制物 色氨酸与抑制子结合后 才有抑制的能力 当我作用在操作纸上 我的RNA聚而没 就算降落了 也无法进行后面的转抑 转入转抑 所以后面的过高精英就 没办法表现 各位这不是很合理吗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这个静态图 一开始我都没有 色氨酸的时候 我的调节基因 虽然转入 虽然转移出所谓的抑制子 可是这个抑制子没有功能 所以这时候操作纸上 没有人站着 我的RNA聚而没 将路往后进行转入 转入出RNA RNA再转移出这五个 一二三四五 五种跟色氨酸合成有关的酶 色氨酸合成酶 这时候开始做大量的色氨酸 做出来之后 色氨酸浓度过高了 色氨酸就开始回来 跟抑制子结合 形成有功能的抑制子 所以色氨酸又叫做共同抑制 这时候我的RNA聚而没 就乱降落了 也没办法过去了 我后面的基因就关掉了 所以叫做 我的酵素产生反应 产生产物 产物太多了 回来抑制我酵素的基因 不要再做我了 我太多了 对这个模式叫 我后来的产物 回来抑制我基因的表现 叫做产物抑制 乳糖是受质诱导 因为乳糖是被分解的对象 它是受质 而这个例子 色氨酸超纵组 色氨酸是产物 它是色氨酸合成酶的产物 好 那这两个故事讲到这边 做个简单的比较 有一些非常无聊的考题 会考你哦 乳糖超纵组 跟色氨酸超纵组 一开始形成的抑制质 谁有活性 你就要知道 第二个问题 它们的构造基因 各有几种蛋白质的序列 对 乳糖超纵组的构造基因 可以呈成这种蛋白 而色氨超纵组 会呈成五种 蛋白质 而这五种蛋白质 都是在同一条mRNA上面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原核生物 它一条mRNA上 可以同时带着 不同的蛋白质的序列 不同的蛋白质的讯号 我们增核生物不是 我们一条mRNA 只能带一个蛋白质的讯号 而且它们是原核生物 它们的产生 是出来的RNA 没有修饰 不加头不加尾也不瘦身 它没有内含子 或叫内叉子 我们增核的才有 好以上就把超纵组讲完了